今天聊国际我们要带来看到的 当然还是天气话题了 首先来看到这个亚马逊 现在遭逢到了百年大旱 其实在当地真的用民不聊生来形容 也冲击了超过60万人的生活 像是在亚马逊州这个地方呢 其实有60个城市处于紧急状况 超过60万人生活都是受到影响 尤其是他们的首府马脑斯 这个干旱是121年来最严重的情况 像是在黑河的最低水位 竟然只有12.7空尺 可以看到当地都是这个非常枯竭的景象 那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亚马逊州的民房厅就说了 现在野火也都是他们非常担心的情况 因为总共18,090个集火点 当中2500个就在首脑的马脑斯的都会区 另外呢在巴西国家 亚马逊研究所也说了 主要还是在今年是一个胜利一年的影响 再加上北热带大西洋是变暖了 所以说在今年 亚马逊才会出现这么干旱的情况 当然也威胁到了居民的生活 而还有研究员就说了 以现在这个亚马逊的状况来说 极端天气的频率越来越明显 频率增加恐怕还是跟森林砍伐 还有全球变暖 都是有加剧这种气候变化有关 所以现在过去我们认为 又热又湿的亚马逊 现在恐怕已经变成一个干旱的情况了 那我们再来看到 现在不论是热破记录 干破记录 或是很多地方的降雨突破记录 是不是其实代表说 我们地球已经进入到 所谓的未知领域呢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资料 来源是2023年的气候状况报告 它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未知领域 它追踪了35个地球的生命体征 有20个都处在创纪录的极端数字 我们挑几个出来看 像海滨出来说好了 海滨其实南极的海滨在7月7号 创下最低每日的相对范围 海滨越来越少 还有气温的部分呢 大家知道一定是飙高不断的偏热 像是在6到8月的时候 创下有史以来最温暖的时期 在7月初也创下了全球日平均的表面温度最高 还有就是野火了 野火大家一定也是非常深刻 像是加拿大的野火剂 排放了超过10亿吨的CO2 也超过2021年总量的0.67亿吨 所以这代表说 我们现在面临到的情况 这样的气候危机 是我们过去从来没见过的 我们已经正式进入到了气候危机的未知领域 也是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状况 那未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其实很多人基本上你能住的地方都不宜居了 像酷热粮食公有限或死亡率之间 恐怕都是我们未来必须要面临到的非常严重课题 未来地球呢恐怕3亿到60亿人 恐怕都住在一个并不适合居住的地方 不过说到天气 在万圣节这一天 美国很多的地方都掉到了零度以下 尤其芝加哥就在万圣节这一天 迎来了今年冬天的第一场出雪 美国芝加哥万圣节降下出雪 但这样的下雪天 却随处可见 若是移民衣物担保不断发抖缺乏闭的地方 爱心志工因此送来咖啡和热巧克力 芝加哥寒冬才刚开始已经有不少移民冷到生病 不知芝加哥全美各地逐渐感受冬季氛围 将近2000英里的范围笼罩在低温下 不过寒冷天并不影响民众想过万圣节的心 从智庄到买糖果 美国民众万圣节花钱不手软更有人不顾危险 半成今生尖叫中的杀手站在车顶中 阿拉巴马州也发生讨糖果到一半被车撞的意外 但今年通膨也导致糖果变贵 被统计显示过去12个月美国糖果和口香糖价格上涨13% 主要因为可可生产国象牙海岸天灾暴雨产量减少 以及印度及泰国干旱拉高糖价有关 点新闻 纵火导 而针对控制全球暖化的情况 我们有没有机会再进一点努力呢 我们要来看到COP28的倒数时刻已经来了 今年在哪里举办 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杜瓣 从11月30号到12月12号举办 主要这次非常重点就是来检视巴黎气候协定的标准 也是全球第一次的盘点 我们先来看到巴黎气候协定 相信大家对它已经非常印象深刻 全球的平均升温必须要控制在工业革命前的1.5度C 但现在其实距离这个标准可能越来越接近 甚至已经可能超过了 而且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必须要在2025年其实达到峰值 而且在2030年减少43%的排放量 甚至全球盘点也要来评估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 每个国家你要自定自己的贡献度 你要怎么做有什么企业活动 还有相关的目标路径等等 也要提升透明度的架构 各国必须要如实报告 否则到了本世纪末地球就会面临深微超电2.7度C 这样子的严困的情况 再来我们要来看到的呢 就是其实在巴黎 大家圣母院 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当时的大伙让大家非常震撼 但是现在也有创意团队 特地打造一个VR体验 让大家一起来感受 这个从过去到现在的圣母院奇景 当尖塔烧毁的那一刻 法国人的心仿佛也跟着无尽坠落 2019年4月15号 法国巴黎圣母院大火 这一幕在多少人的心里 落下失落与遗憾 五年后的今天 吊车悬病已经变成巴黎天空的正字标记 修复婴下层层叠叠 工作人员进进出出 这种忙碌已经成为圣母院的独到风景 就像参加一个大型的实境秀一样 只要坐在指定的卫席上头 就能近距离看到圣母院的修复工程 从这个角度看呢 标志性的尖塔也还没有完成 最快要到2024年底 才有办法正式的对外开放 可以跟着我吗 好吗 谢谢 大老远来到巴黎 却没有办法进到圣母院 觉得遗憾吗 没关系 背包加眼镜 带您走进虚拟实境 现在是在1240年的时候 然后圣母院就在我的前方 这样 当时正在建造当中 画面一转不仅走进圣母院 还穿越时空 回到圣母院建造的那一刻 打破传统导览限制 你得手脚并用 我们现在就是要爬进这个教堂里面 从标志性的玫瑰花窗爬进教堂 要穿越古今 布置3D建模帮大忙 类似考究更成为创作团队的重要人物 在13世代 它是完全不同的 现在 所以我们有很多历史 有名的历史 有名的历史 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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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在虚拟世界 改作圣殿 得要有所本 不能随意捏造 不过想象力 无远佛界 创意团队想做的 还更多 我们不只是建设 导演的旅程 我们想建设 故事 故事 可以进行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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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们不只是建设 一些 在不同的地方 有些资料 你不只是看 故事 对不起 但你离开 巴黎圣文院 法文原意 叫做 我们的女士 不论在现实 在虚拟 当代工匠 都用自己的手法 与创意 为这位女士奉献 致敬 富可历史 以当代科技 展现既往开来的 璀璨光明 特别新闻 特别新闻 欧国强彭志宇 巴黎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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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